不管你感情上受苦 金钱上苦 我身体上受苦 所有众生都很苦 昨天有位菩萨将他家里最爱的猫 跟他先生 我看他们两个夫妻爱他爱得要命 这是正常的 然后猫得癌症 要我给他们加持 我就一直给他念 后来我就跟他说 猫跟人一样 对对对 吃的药都一样 我说这只猫是你们的儿子女儿 你相信吗 他老公说不止 是我父母 我说那你更爱他 所以我说因为如此你们要很冷静 如果你把他送到医院只有一条路 安乐死 西方医学 所以你现在减低他的痛苦可以 但是你们要为他发大心 发大愿 替他忏悔 因为他是你的爸爸妈妈 或是你的儿女 希望他找得消除业障 平静往生 不要再堕落畜生 最好往生极乐世界 如何往生极乐世界 那你要心在极乐 你要去念阿弥陀经 观想极乐世界的欢喜自在 然后以这个心来引导这只猫的心 这个叫一心念佛 然后一方面替他忏悔 当然最后我也讲一句话 希望你对所有的猫都这样 不能说我家里这只猫 因为执着它就会让你没有悲心 所以我讲 我们要讲悲心之前 必须讲平等的空性 要讲空性之前 必须相信因果 这就是佛教的修行的次第 念一下 信因果 去我直 成佛道 那整个佛教就这三个 这个叫 他们叫我说 师父你写一个 现在流行读三字经 我们佛教有没有三字经 有啊 三句话就OK了 信因果就是真上身 让我们这一世快乐 来世快乐 你要相信因果 持戒不失 去我直 就是正空性 那你就要安住在极尽处 思维空性 然后呢 成佛道 那就是为了让所有众生 都能够信因果 安住空性 脱离轮回 乃至成佛 以这个大悲心 而发愿 一定要成佛 所以再念一次 信因果 去我直 成佛道 真上身 断烦恼 大悲心 那你要怎么念都可以了 至少你要抓住这个重点 我们归三宝 就是为了这个 来 归佛 的菩提心 归法 的空性 归身 的大悲心 到极乐世界 就是在保持这三个心 念一下 念佛 念法 念身之心 但是各位要把这三种心 成为一个重点 念一下 不间断 记住 修行 就是不间断 我们今天也有人破切来 感恩鼓掌一下 还有我们南印度 舍拉鞋 小学的老师 科祖拉玛 还有我们 非常精进 等一下下午要请我们 赞颜法师 为往生者 敦念 因为他至少念了五千遍的地藏经 天天的焉共诗实 还有我们赞乐法师 点灯超过一千万 放生叫天天放生 天天精进 赞乐法师 这次来我还看到好几位 我认识的 今天才认识的 法师 大家随喜功德 所以我们今天 希望能够圆满 所有消灾牌 会活的人都可以消灾严寿 好不好 真上神 希望来 所有往生者 六道孤魂 离苦深净土 美国火灾 赶快消除 所有军人 成为和平战士 所以我每次就护目说 征服自己才是军人 我就拿了一个奏起来 跟我来 征服自己 我们的战场在心里 征服自己的贪嗔痴 才会造成世间的和平 而不是国与国的对立 民主与民主的对立 所以我必须告诉他们真相 这是我对军人的一种愿力 而不是让他投胎做人继续打仗 那还得了 因为有这种 佛教讲的中观 空性 就是超越国家 宗教 超越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对不对 超越一切像 而不是一种对立 这才是绝对的真理 所以众生皆可成佛 我们用佛性 看众生的佛性 你就超越了 你如果用外表行为来看 他是男人 他是女人 他是好人 他是坏人 他是白人 他是黑人 所以 那我们就有分别了 所以我讲了三个不间断 你再来 成佛的不间断 那各位叫 虔诚供养三宝 每天都要供养三宝 特别供养佛 那供养三宝 第一供养 叫发菩提心 就是希望 我的菩提心不间断 那我们供养三宝 最终的目的呢 希望将来也承担佛的 普度众生的任务 这叫供养的究竟意义 因为 我们希望成佛 所以我们尊敬供养佛 也是 那一家 尊敬自己 各位有没有佛性 有 所以你要尊敬自己的佛性 不要用自己的男人女人的贪嗔痴 分别个性来做事情 所以背下 只有佛性 没有个性 叫 罗汉断烦恼 菩萨断个性 就是习性 那你要经常这样供养 让自己跟佛合为一体 所以我每次坐在台上 我就一直观想 我变成后面这一尊 好不好 不是我是大家 我成佛有什么用 大家成佛才有用 我成佛要干嘛 所以地藏菩萨说 你们都成佛了 我才成佛 那是最伟大 观音菩萨是只由有众生在受苦 我就不成佛 他永远在慈悲 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悲心 而感召了观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来帮助他 这是很特殊的 因为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本来就有观音世智 释迦牟尼佛永远享受孤独 但是在这个孤独过程里面 我要是佛来帮助他 阿弥陀佛来帮助他 观音世智 观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 同样在娑婆 在普渡众生 所以那我想我们供养佛 希望大家要发起 不间断地成佛的菩提心 离开菩提心 所做的都是不好的 叫魔业叫恶业 那如何让自己有这个 菩提心 所以来念一下 虔诚供养 虔诚供 所以要经常善供 一个人如果不供养三宝 一天不供养三宝 他就开始要消灭 他的菩提心了 我们叫破菩萨 清界 这是第一个不间断 第二个不间断 念一下 安住空性 开发佛性 永不间断 这个叫西地成就 各位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记住啊 不要每天忙着做佛教的事情 骂人又很厉害 这个不行了 所以我们对上的供养 来自于对内的进化 这叫归法 归佛 不间断的菩提心 归法 这种不间断的思维空性 显现佛的智慧 成就自波罗命 叫佛的一切种子的智慧 这样你才有真正的能力 去帮助众生 第三个归身 大悲心不间断 永不舍弃众生 这一点要注意啊 很多人跟我说 师父我要去闭关 我说你还不能去闭关 为什么 慈悲还不够啊 你去闭关 你就会享受那个法 我天天打坐 修这个仪轨 看这本经论 你把众生的苦 都放在脚下了 所以菩萨有魔障 是因为他舍弃了众生 追求空性 追求大手印 追求大圆满 追求禅 却没有用悲心为基本 一个妈妈会舍弃儿女吗 会不会 不会啊 妈妈爸爸在忙啊 都会看到儿子睡饱了 没有 有没有喝牛奶 对不对 他二十小时都在盯着他的 盯着他的 所以我们修行 要有这三个不间断 等一下我们要做食供养 我希望各位保持 这三个不间断来做供养 好怕喝一杯水 读佛经 当你在读阿弥陀经的时候 对佛的虔诚的不间断 愿所有众生都成就 阿弥陀佛的果位 所以大家都变成阿弥陀佛 叫慈悲 不立心不间断 那自己呢 自己一心念佛 安住在佛的空性 这个叫对自己的法的不间断 那为什么要念佛呢 地狱变极乐世界 恶鬼道变极乐世界 所有众生都变成阿弥陀佛 愿他们离苦得乐 叫大悲心不间断 要这样来念阿弥陀经 所以你念阿弥陀经的时候 所有众生变阿弥陀佛 所有众生的心变成佛的心 所有的世界变成极乐世界 没有众生在受苦 那你这个叫 一心念佛 而不是嘴巴念佛 没有心 如果嘴巴念佛没有心 你干脆放个录音机 还比你念好听 所以佛法是心法 虽然讲心法 但是不离开实际行为的大悲心 我倒很喜欢老菩萨 你们就坐在门口 一个人走过去 阿弥陀佛 再一个 阿弥陀佛 每一个都让你成佛 你要有悲心念佛 不要关起门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念给你自己听 有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要念给你自己听 可以 你要学地上王菩萨 入恒河沙定 下到地狱 下到恶鬼道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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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佛的力量 融入在地狱恶鬼 让他们离苦 要保持这个悲心念佛 所以 那我想今天我这样讲了 是希望所有的修行 都不离开这个 念佛念法念生 三不间断的心态 那你就达到了一个 菩萨界的顶峰 可能叫三昧耶界 身口意都保持在这种 菩提心空性大悲心的状态 那我们讲菩提心 无上菩提心就包含了 基本的空性与慈悲智慧 所以慈悲智慧的圆满 才能够成就菩提心 但是不是分开修行的 念一下 悲至双运 所以又慈悲 又无我 所以我想空性是它的本质 表现出来变慈悲 所以越有空性的人越慈悲 这样了解吗 你很会讲空性 很会读书 但是你表现出来就不爱我 那你叫慈悲 所以各位要表达那个日程 好 那各位了解如此了 虽然我们人不多 但是我们念一下来 人小鬼大 心要大好不好 所以我每天都抱着地球 地球是我的道场 星球是我的目标 宇宙是我们共同要修行了 来念一下 让你的心 参与宇宙 参与众生的心 这叫入法戒心 所以我们的心不能跟众生离开 你不能说我现在专心念佛 却把手放开 让地义掉下去 所以不行 一手抓着众生苦 一手在念佛 知道什么 为了要念佛 所以我要完全放下自我 思为空性的去念佛 要转繁心为佛心 这个叫合掌 要保持那个状态 千万不能放掉 所以那你会觉得说 怎么那么麻烦 又要想这个 又要想这个 不行呢 我先想这个 再来想那个 什么叫佛性 当你有空性的时候 你一切这镜子越干净 它的相越清楚 这个光越亮 这是同时存在的 各位要开始念习这种心态 这个叫佛的心 所以那我想镜子越干净 才会产生更高的反射的力量 那种大悲心 而不是说 我先把我自己弄亮了 你把这个佛叫切断来修行的话 切一开一开来修行 不行了 所以佛教是 所谓密序 唯有在学习密宗 南传佛教巴黎文 汉传佛教都要学 但是我觉得密宗 它最好来讲 就是个年序 密序 不间断 这一点我们可以学习 大称的是强调 非常的慈悲 这也是密宗要学习 汉传佛教的悲心 超度父母祖先 超度弃势父母 不舍弃众生 因为没有福报怎么修密序呢 那我们有福报 每天就忙着享受福报 而忘了进入空性菩提心 那也浪费我们的福报 但是无论如何 有了福报 有了悲心 但是呢 还是要从基本的 带人接物 孝顺父母 这种身心因果开始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 把爱、慈悲、平等、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开脱花苏 一月二十号星期一 上午十点 印尼巴弹岛 校园生命教育 下午两点 新加坡关怀特殊教育院 一月二十一号星期二 下午三点至六点半 新加坡关怀活动 新加坡关怀活动 下午六点 新加坡关怀活动 点满点及满水 好生到足备死死 另一个电话 控制日久五亿 控制六五 下午两点 一月二十六号星期 下午两点 台北生命大兵 迎新春两种生 甘云甘草 另一个电话 控制日久五五口 救救空空 一月二十七号星期 上午十点 新店台北港等 新春开市 十共用 加好生花贵 另一个电话 控制日久一起 爸爸五五 一月二十七号星期 一月二十八号星期 孙天一 真人成秋 上午十点 像那 普提港等 新春旗号发贵 点满点 旧满水 加心灵港测 两个电话 控制日久八百 五空八百 一月二十九号星期 白沙 上午十点 起立头昂 得数到游客号 新春旗号 点满点 叫满水 到宵灾花贵 另一个电话 头昂中心 控三 三四起 七六六六 头昂大丁 控三 三三亿 控五五三 重力中心 控三 四二二 八八空六 一月三十号星期 顶公五福圣诞 清水祖書圣诞 上午十点半 煮比吉金会 新着风会 新春旗号 再生发会 另一个 新着风会 控三 五四五 六六九一 音器符合会 控三 五四五 六六九二 新着重心 控三 五三三 七三六八 一月三十一号星期 上午九点半 苗里红花三一 新春旗号 有数发会 共享有数经 点满点 叫满水 十共用 到围楼香烟 两个电话 控三四 九九一 五二三 控三四 三三六 控二六 一月一合的摆纳 念幼书流离公路来 七载度座三十件 五天严露王圣诞 上午八点半 台中五方港等 八观再解 列入定位 控宿 二二三百 九九八市 减车十方台中 拥有整奥餐家 阿蜜豆腐 西逢春 庆团园 生命电视 台北生命道场 举办迎新春 念众生感恩讲座 更请海涛法师主讲 日期 一月二十六号星期日 大年初二 下午两点开始 地点 台北生命道场 地址 台北市大同区 名声西路三百号二楼 联络电话 02 2550 9900 02 2550 9900 海涛法师慈悲置业 2020年国际短期出家 印尼短期出家 爱与慈悲福慧营 恭请海涛法师主法 活动日期 2020年4月14日至4月21日 共八天 4月14日中午12点前报道 海外学员请在4月13日报道 活动地点 印尼北干八路三宝佛教中心 地址如下 联络电话 037991513 037991513 参加资格 年满15岁以上 65岁以下 具有正性正见 愿意服从学习指导 亲近出家戒律威仪者 身形健全者 经审查 面试通过后 将核发通知书 报名方式 1.请上网下载表格 填妥后传至 live tv.net at msa hi net.net 2.洽询下列单位 索取报名表 填妥后送至各地 并在3月10日前 统一会诊寄回秘书处审核 3.海涛法师慈悲志业 秘书处电话 加886-3989-9319 地址台湾 宜兰县三新乡三新路 二段20号 台北生命道场电话 加886-22550-9900 印尼联络人 电话 加62-852-6577-7577 洪淑丽 汪惠纳 电话 加62-822-8628-2345 李慧珍 报名日期 即日起至2020年3月10日 旨 洽询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几害岁末 庚子迎春之际 海涛慈悲志业僧团 战广法师受邀 赴南投金玉宫三彩院 领众恭送 人亡护国 般若波罗 蜜多金 及药石金 更亦点签灯 供签水 药供 护生 慈悲诗食 继疏食饗宴等各项善业功德 互法互教 广结善缘 法会在迎请者两序庄严的 迎请仪式中 揭开序幕 法师领众 于佛前上香礼拜后 即持甘露净水 为道场内外 撒进加持 前行仪式中 战广法师 慈悲领众 普召法界众生 同来法会 文法寿石 再以甘露水真言 辩食咒等 慈悲咒语 加持手中水米 慈悲诗时 挥舞佛旗 为众生孵化醉成 又修持 钥匙仪轨 为六道众生 消除病痛之苦 更为六道众生 于佛前拱灯 为众生破除 无名幽暗 法会前行后 香灯菩萨们 接着以香花 灯涂果 茶食 宝珠一等 十项宝物 于佛前 敬上礼下 恭敬供业后 法师领众 前程恭送 仁王护国 般若 波罗蜜多经 上下二卷 让大众随闻思辨 般若的 圣身庙里 与修正之道 无间的佛前大功后 众人也在 山光水色的美景中 享用丰盛 美味的舒适饗宴 补后 为当天所救悟命 忏悔蜀迁 及灰衣三宝后 群鸟在众人祝福下 展翅飞翔 返回森林 法师在其法因 领众恭送药师经 众等一心恭敬 随文勋修 前程恭送 法会末了 战广法师领众 于十方谈成前 勋修药师焉供 及慈悲诗实 更不忘将当天点签灯 供牵水等 所有善业功德 普接回向 说婆世界 六道有缘众生 同享功德 入佛至海 共振佛道 生命电视 南投采访报导 祝母要缘一切 救护神 主席 救护神 祝父 就像过年到了 然后到处都在萨了 现在这些雾命都涨价了 过年了 大家这些作成的人都要好过年了 娶贵、娶贵、娶贵都要好过年 所以他们要调一点价钱 然后来休息几天 但是对我们来讲 我们要赶快救 救几只算几只 但是千万不要说 我没办法救那么多 整个不要救 不能这么说 就像布座 你看到一个人在打拼 有人说 未来布座看出来 社会都有关钱给他 我们不用关了 因为大家都有这个循环 黑狼座要洗 别人做我们随洗 但是自己一定要做 自己一定要参与这个功德 所以哪怕一百块 所以我们站在佛教 慈悲是大慈大悲 绝对不是只对佛教慈悲 只对你的对象慈悲 那这样就不叫无上菩提心 这样就不圆满 所以我想 所有的动机 都不能有自私的想法 所有的动机 每一个人都不要有个人的利益 我们一切都是为了 所有的众生真心的做 当然 我又说回来 只要有人就有钱 那有钱 有些人都会动脑筋 这些各位要小心 所以我认为修行就是一个单纯 守戒律 不要去动不好的脑筋 也不要去设计别人 如果虽然表面上你做得很好 但是你私底下有个动机不圆满 或行为不圆满 那功德就有漏了 就不圆满了 甚至是造业 所以我想这个社会 五着二四 没有那么单纯 没那么单纯 但是别人不单纯 我们要很单纯 我们动机要很圆满 所以千万不要学习不好的方法 所以我想 因为我发觉这个社会 有这个问题 互相不相信 那这个没相信 因为大家设计来设计去 甚至个人有个人的想法立场 但是因为如此 所以我们要不断回光返照 我们自己做什么事情 都要单单纯纯的 纯粹为利益众生 没有个人的金钱上的 地位上的 政治上的考量 一切一切都是要平等的 那既然讲平等 那对动物 对轨道 都是平等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过年要拜祝生 台地台阿 要拜风雅地 用嘴 这就是 他没有了解 但是他没有了解 我们要祝辟 我们要渐渐 让他了解 因为我们过去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 接触佛教 能够有这个平等的智慧 我们非常感恩佛陀 但是有智慧 你要产生一个平等的大悲 所有的众生 都是我们的乖 我们不可能去骗父母 我们也不可能去设计父母 我们只要来报恩 愿父母真实能够离苦得乐 所以我们要用这样的心 来祝功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您一同开穿光明 自在的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